美国国安单位监控民众泄密案 目前主角史诺登下落成迷 但是他的女朋友米尔斯受到高度的关注 担任钢管舞者的这个米尔斯 原本跟史诺登一起住在夏威夷 而在这男朋友离开之后 米尔斯连续在部落格PO文 表达他悲伤的心情 而这位钢管舞者到底知道多少的泄密案内幕呢 现在成为美国的调查重点 昏暗光线下舞者围绕着钢管跳着轻柔舞步 这名性感舞者现在已成为全美焦点 因为他的男友就是犯下美国近年来 最严重泄密案的生喉咙史诺登 史诺登的女友米尔斯在他的部落格 可以看到两人出游时的亲密合照 而从事艺术工作的米尔斯个性浪漫 也贴了不少他的性感照片 不过史诺登的离去让他相当伤心 6月3号在部落格说 过去几周的生活一团招 到了10号心情则荡到谷底 说向身处茫茫大海失去了方向 CNN调查指出 史诺登5月20日前往香港时 跟米尔斯说几星期后就回来 不过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米尔斯也随即打包前往大陆 但他到底知道多少泄密案内幕 已成为美国情报单位调查重点 对史诺登的行为 米尔斯父亲表示一点都不意外 史诺登已经在新西退房 离开香港的豪华饭店 不过英国《微报》表示 人应该还在香港 而港警11号在尖沙嘴 居住许多外籍背包客的重庆大厦 展开大规模巡查 时间上的巧合引人注意 而此时俄罗斯向史诺登伸出援手 表示如果他提出政治庇护 俄国会予以考虑 但在美国绵密情报网下 史诺登要如愿以偿并不容易 专家也指出 如果泄密案罪行确定 他将被判十年以上徒刑 东森新闻杜可廷 陈慧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